Posser Oh 你的星宿 什麼罪落 都不上我的手 編曲沒問題 編曲很有品味 謝謝 然後也很成熟 只是 這個是最後的final mix嗎 不確定 OK 我覺得要再弄更好 如果是這樣的 這樣的 sound 的品質 我覺得可以再更好一些 對 而且你的旋律也不是 簡單的那種 我的解讀就是有品味的 就你這整首歌就是有品味的歌 所以 所以它並不是 但是這個有好有壞啊 有品味的歌會造成什麼 就喜歡的人就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不喜歡 那這首歌對我來講就是 價值就在於品味 只是我剛剛講的那些小問題就是 可能要研究一下 有比較好嗎 剛剛那個 有一下那邊就會 我的耳朵就炸 然後逸辰你修一下他的 這個東西 想要在地平街球 好 有些 好 那老師我就下一組了 啊 不行 什麼 那個 怎麼了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高好像不一樣 我們接受到的聲音 不一樣 就可能家裡很安靜 然後在這邊 可能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聲音 各式各樣的人 燈光都會換成 所以可以讓樂手離開呢 對 回家查得來吧 好嗎 對啊 啊呀 沒有地球一轉 妳在那裡 宇宙沒有變加 去那麼迂迴 妳說妳不想睡 看著窗外肚子怼說 習慣晚上漫步有妳陪 要我解釋沒有因為 你漫長成了美 想去幫天約了誰 保證讓你感到心累 空虛誰能體會 現在我只需要 你的微笑在月光下 如果星球什麼墜落 都不重要 走嗎你的煩惱 化作雲霄 星落飄流 只能盼望一次相擁 卻保護到 穿越銀色的時間不停靠 落在遠距離寫下的倔道 我們躲避卻躲不了 相愛在地平街角 最後上學時間三點 一度輪迴 對 追求隨時等他四遍 我的今天 Get right right to the moon Yeah we are being unreal soon Hey或許我們只是不想輸 也或許未來我們走在同條路上 相相愛難難受了傷 只要答應我不要遺忘 幸福在音樂之下發光 就讓我們跳吧 歡迎乘搭前往月球的列車 全程三十八萬四千公里 離開後不要回頭 牽著手 把破去命運 把破去命運 住住 忍耐覆蓋成的一種 現在 我只需要 你的微笑 在月光下 Oh 如果星球 什麼墜落 都不重要 鬆綁 你的煩惱 花中雲霄 心落飄渺 Oh 只能盼望一次相擁 卻還抱不到 這陰影色的時間不停靠 落在遠距離卸下的圈套 我們努力絕對不要 想愛在地平街角 謝謝劉艾絲還有楊碧琦的演唱 我先說 愛絲 我記得 在第一集的時候呢 你有展現你的beatbox 對不對 那一集讓我很驚豔 Wow Amazing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 有一點可惜是什麼呢 在這個表演上 我不知道這個 歌的style 是不是你們本來就很喜歡 是可以真正表現你們自己 可是因為你有遷就對方 我覺得你可以設計一首歌 是可以展現你的beatbox talent 因為這事不是每個人都會 但是你做得非常拿手 很驚豔 那 畢奇 你是那種賞音很漂亮的 會飄的感覺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設計一首歌呢 不一定是要有節奏 然後中間就有這個你的一些beatbox 那所以剛剛就覺得好像 兩個沒有真正的到位 有一點可惜 可以問一下 你們怎麼想用宇宙來做為一個創作主題嗎 宇宙的原因是因為 畢奇本身它就是一個超空靈的展現 所以我不希望可能 因為我是很 覺得蠻理性的 因為beatbox的東西 它是很直接繳的東西 我不想要把它的那個東西收起來 所以我就把它的宇宙放到我的beat裡面 對 對 類似這樣子概念 有這樣子的概念出來 對 老蕭老師你的感覺呢 畢奇跟六愛思這一組 我跟Coco老師的想法比較像 我反而覺得這首歌其實更適合畢奇一點 它的聲線跟那種空靈 然後再配上這個style 我覺得更契合 然後反而覺得跟六愛思好像沒什麼關係 這是你做的對不對 就是我整個編 我知道一定是你 因為你音樂能力可能是在於畢奇之上 但我覺得你根本沒有必要去彈那個琴 我認為是多餘的 而且你彈那一點點是沒有意義的 你如果只是為了要 讓大家知道你會彈琴 那我覺得不是這個時候 而且你應該 在這個作品來講 你剛才在表現的主要是你的Vocal 但是你的Vocal不是你的強項 你的強項是什麼 你還沒告訴我們 你懂嗎 我覺得最主要給六愛思建議 就是 要給我們看到什麼 什麼樣的你 在這個環節 每一次的舞台都很重要 千萬不要拿一個你最不擅長的東西 在舞台上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準備好 好 我剛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會覺得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 六愛思的強項就是做音樂 他真的很有才華 所以可能這一個難題 就要交給你自己去想 怎麼樣在舞台上面轉換出來了 但是我很喜歡你的編曲 剛剛那個歌我覺得很好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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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